你 只要你交出 集齐支部局的全部股份 他们会给你定一个很轻的罪 不 我不交 我之前想过 我交出三分之一 甚至是一半的股份 但是现在 我一股都不交 张长青在李大人面前夸下海口 说一定能拿到股份 如果拿不到 他不会罢休的 他不罢休 我不妥协 看我们谁能熬得过谁 这又是何必呢 他们要的是什么 银子而已 而对于你来说 把这些银子转过来不是什么难事啊 我不是舍不得银子 我是忍不下这口气 夫人 你看一看你在什么地方 他们不就是想逼我低头吗 我就不低头 当初许任与唐廷书 因为掌握了轮船招生局的许多内幕 当局投诉机器 也只能霸指了事 但是你呢 你现在手里有什么筹码 我是清白的 这就是我的筹码 在这个时间上 清白没有任何的用处 我不信他们能一手遮天 他们能 那我大不了 大不了就是一死 你死了 你死了就是一桩冤案而已 这是什么地方 在这里每天有多少冤案 不计计数 你只是其中一起而已 没有人会为你洗冤 就是白死而已 无畏文之冤 没有打败之日 不计计数 夫人 你不能死 你必须活着 只有你活下来 才能对今天陷害你的人报仇 只有你活着 无畏文的军需案 才能够洗冤 柔奶奶 赵大人说得对 你现在没有必要和他们斗气 最重要的是 留得青山在啊 夫人 能够忍气吞声者 才能够成就大事